最新消息關心的是在台北北投金船 發生了隨機攻擊事件 被害人參加親子聚會的時候 有一位男子前來要求要借手機 只是因為在場沒有人認識他 所以被害人當時就請他離開 但沒想到就遭到對方持藏的 遇藏的剪刀攻擊 嫌犯在北帶之後向警方公稱說 他是因為跟家人吵架心情不好 看到這樣的親子聚會氣氛和樂 才會動手傷人 喂 他有攻擊性 走快 洪基平援警壓制住男子 再拉起他的雙手將他上銬 可以齁 雙手了 在場所有人不敢大意會如此小心 都是因為他涉嫌隨機攻擊 頭上一長條傷口還在滲血 就連肩膀也遭刺傷 被害男子回想當時仍心有餘悸 在我們平常在聚會 親子露營的露營跟聚會 然後就突然有一個人陌生人 就走過來 然後我就站起來說 請你等一下請問你有什麼事呢 然後他就直接就攻擊 事發在台北市北投區 被害人林姓男子 在關渡宮前的美食廣場 參加親子聚會 張姓嫌犯卻突然走過來 表示想要戒手機 但在場沒有人認識他 被害人想請他離開 沒想到嫌犯就突然持遇藏的剪刀 朝被害人頭部攻擊 警方獲報也立刻趕到現場 而嫌犯招待時 手裡還握著作案用剪刀 警方將他制服帶回警局 張姓嫌犯將警方公稱 自己和家人吵架心情不好 正好又看到親子聚會和樂融融 才會萌生傷人念頭 份額隨機攻擊 警方也將他依傷害及殺人 為遂等罪移送法辦 但只因為心情差 就用剪刀攻擊人 恐讓目擊的孩子 面臨極大心理恐懼 也毀了這原本開心的親子聚會 接著傳回盧伯聰台北報導